真效啊 我们的父母有佛性的 我们随顺他的佛性 尽效 不是随顺烦恼 父母也是凡夫吗 他有烦恼吗 我们不能随顺他的烦恼 而是随顺到他的佛性 这个意思我们也能体会到 帮助父母做佛 帮助父母觉悟啊 这才算是尽效啊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要想帮助父母觉悟 自己不觉悟 你怎么能帮得上忙呢 所以 那个尽效 行效 我们就知道了 首先要自己救 要自己成就 这才能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第一个对象是父母 最效这个字 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念自行 中这个字 就是佛行 菩萨行 发菩萨行 行菩萨道 就是尽忠啊 这是这两个字 深一层的讲法 是你这两个字 真正的意思 那么这个真正的意思 儒家有没有说呢 有说 说的不多 为什么不多说呢 说的人听不懂 所以就不肯深说了 勤而言之 教出学啊 佛法里面讲得多 佛法修学的基础 比较上要深厚一些 佛法修学 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尤其是着重在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这两个八个字非常重要 我们能不能有成就 关键就在此 佛法修学 最忌讳的杂修 六波罗蜜里面 讲精进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上